上回我们讲到 汉笑龙饮游萧月潭 慢慢地帮自己做液容改版 初步改装完毕之后 萧月潭就去看奉飞的歌舞牌链 顺便亦都给一些意见奉飞 汉笑龙一个人在船舱里面 听着上面传来的歌乐之声 自己却是思潮起伏 想不到经过了重重的波折之后 自己依然还要去齐国 那究竟是福还是和呢 在这个时代的战国七雄之中 除了燕国和韩国之外 其他各国都已经在他这趟时空旅程之内 回来的时候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很可能还会跟着萧月潭去韩国的京城 那你剩下燕国没去过 由燕国 又想起太子丹和其他人 最后想起龙阳军 不禁碎以全消 去到林芝的时候 会不会还会遇上这帮曾经万难与共 而又背叛了自己的所谓朋友呢 在这个战争的时代 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 今天他可能和你生死相交 但是明天他或者就要为效忠自己的国家 或者甚至是看他自己尽力的谋取利益 而自己亦都是这样 或者说 他不是为谁效忠 而是为历史尽忠 或者一切 已经被命运安排好了 他韩少龙 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忠实的执行者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说没有了他 历史是不是依然会这样发展下去呢 照道理来说 明明应该是两回事 好像其实真的凌政已经死了 如果没有自己将小盘 搬出来做这个假凌政 那么小盘就会成为秦始王 如果没有秦始王 那就更加不可能有大一统的中国 只有好像小盘这些 因为奇特的身世 而造成了红材大略的人 才能够统一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地位 这样的人 以自己所知 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 就绝对不多见 或者有些人会说 这个只不过形势始然 当秦国发展到这么强大的时候 无论哪个做皇帝都可以统一中国 但他和项小龙绝对不同意 因为他身临其境 更加明白 这样说的人 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 一点都不知道 当时有很多的姓派 往往只是一线之间 如果没有自己造就了皇帝 尼斯还有自己这个关键的人物 要征服陆国 真是痴人说梦 这 但是 为什么历史上 根本没有自己这个人物 一想到这里 项小龙整个人 当堂惊出了一身冷汗 以前 他偶然间都会想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不过仅仅是一闪念间 这个念头就过去 但现在 没有人令他分神 自己又得闲要命 这样才会再对这个问题 作出进一步思考 他曾经和小盘提出 说要他将一切有关自己的事情 彻底的抹去 也是有一个这么可怕的想法 如果自己不提出这个提议 而是小盘 在某一的时间 主动地去做 哎呀 这就很不妙了 说到底 现在唯一能影响小盘 做皇帝的漏洞 就是他不可过日的身世 以吕不韦的证明 他怎么会不疑心呢 他之所以对小盘忍到疑加 是因为 他以为小盘 其实应该是自己的亲生子 来的 但见到小盘 一点都不将自己当成父亲 他怎么会不怀疑呢 当日徒先对自己 够胆给陆公和小盘 以及吕不韦 进行滴血认亲 就已经是惊慨欲绝 所以看来小盘 身世的宝物功夫 不是毫无破赠的 万一被雷波币发现这个破赠 那一想到这里 他不敢看楼家杯 现在只有朱姬 和那位汉小龙两个人 知道收养真正凝症的 那家人在哪一树 如果朱姬将这个秘密 泄露给陆海 只要路海找到那家人 那么小盘 就会陷生在很大的危机之中 以他的性格 他怎么会被任何人 就是动摇他的宝座呢 或者他还不会杀自己 但是朱姬呢 毕竟朱姬是另一个 可能知道他身世真相的人 就在他想到满头冷汗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 咳咳 两声敲门声响 汉小龙立刻整个人站在身 谁 咳咳 一声 栋窗门一打开 一名小匹女 撩了进来 沈本善你好 哎呀 你这么快就睡了 汉小龙仔细一看 他正是其中一 过几足秀珍的 随身匹女 小宁 他看得不禁走走眉头 这个小龙昨天 还将自己赶来船舱 但是现在对着自己的眉目含情 春意昂然 那为什么呢 小龙仔有什么事 有你来陪罪的 行不行 哎呀 沈管事啊 你这么早就睡觉了吗 这个小龙满面含春 来到他身边坐下 杭少龙见到他神态这么亲热 不敢有一些戒心 无事献恩近 所谓非奸即道 哼哼 那看来 他都不方有什么好事了 于是就说 小龙姐 你不是要服侍秀珍小姐吗 现在 现在你敢来见我 恐怕不是那么方便的 听到他语气冷淡 小龙反而整个身边更加挨迫 你不知的吗 人家正是奉小姐之命来见你 哎呀 一路坐船 坐到人都闷了 人家都想找个人来聊聊天的嘛 杭少龙听到你走就眉头 你们小姐找我什么事 嗯 你真是好衰的 你把人家当仇人 不过 你发生的时候 那个样子 哎呀 又几个男人气概的 看着人家的心都移动了 好想任由你欺欺我 杭少龙始终是个正常男人来的嘛 被人家这样一叨 当堂的心一档 不如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赵皮女 看她的年纪 不过十七八岁 虽然不是姿色非常漂亮 不过微梢眼角之间充满春意 身材也非常搞好 皮肤乱滑 你说 吴森旭 这只是骗自己的 现在被她挨一下碰一下 哎呀 当堂整天心都热了 正想将她整个人揽入怀抱里面 但总是觉得有点不妥的 即是沉淫之间 那个小龄呢 就非人家说 嗯 可惜啊 现在是小姐上来啊 那我只要等下天了 什么 杭少龙听得不如看下几次 你们小姐 嗯 你应该知道小姐在哪间房的 今晚初更时分 她在房间里面等你 你只要推门进去就行了 事后啊 千万不要忘记多谢我这个 千针引线的人 说完之后 一靈怨身 一声就撩了出去 杭少龙听得真是木登口哀呀 因为那个竹手针 在一中的歌舞姬之中 美貌只紧持于奉飞和董淑貞 平时呢 她的样子都不知道多么高斗 哎呀 原来对自己也都暗动芳心 这单的非来厌福 自己应不应该接受呢 如果万一 这件事被冯妃知道了 她又会怎么看自己呢 自从离开咸阳之后 一路上都是军女生活 跟着逃亡的生涯 除了那晚 同个善美美之外 就一直都好像苦行僧 过着那些独身的生活 在拼命逃亡的时候呢 这都不当是一回什么事 现在刚刚才可以松弛下来 前晚还被云良那个档府 跳起了自己心中的情欲 突然间有一件这样的好事送上来 当然是心欲啦 而且 这个小灵姐 还可能跟竹秀珍住在一起 是 今晚去的时候 会不会一箭双雕呢 刚刚想到阴阴嘴笑的时候 忽然间 哎呀 又觉得满心羞残 在家里的己才女他们 正是自己担心 而自己呢 反而还想在这里风流快活 那怎么对着他们 又怎么对着自己的良心 善美美呢 还可以说是一时情动 也都是心怀对她的感激 但是 如果要招应这个竹秀珍 真是什么藉口都没有的 于是 她即时落下决心 躺回上床 拉着一张皮 将自己摁得严严实实 不想她了 在这个时候 蕭月谈就欣赏完奉飞的歌舞 神态愉快地 一路响着小曲回来了 杭笑容 杭笑容 这种感觉奇怪的 云娘怎么放你回来呢 那那那 那你要佩服老哥我了 我这个人呢 好港球节制 亦都是我的让生之道 女人不可以没有的 但是 色欲就不可以抱 告诉你 连董淑貞都想 跟我再组前缘 还暗示说 如果我今晚去她的房 可以跟她的好姐妹 竹秀珍一起做入幕之宾 看来她们有事求我 汉少龙听到这番话 当途觉得很没人 自己看来都是自作多情郎 这个竹秀珍不是很看重自己 你看看她 是人都对的 是个减的女人 蕭月潭见到她的神态这么奇怪 就问说 你睡不着吗 哦 本来睡不着了 被人吵醒而已 蕭月潭问她有什么原因 那么 汉少龙就将这件事说出来 蕭月潭沉淫一阵 突然说 哎呀 真的危险了 少龙 你知不知道自己避过了一个陷阱 汉少龙听到不禁 整身震一阵 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说说找些阴谋手段 哎 那真的没有几多人想得过你老哥我了 你那天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上这个执事之位的 我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妥了 虽然暗中暗心 我发觉 不单止张全是好妒忌 也都好恨你 连董淑貞的那帮过忌 都恨不得将你随之后快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这个竹秀珍 说明他跟董淑貞的感情很好的嘛 为什么反而送上门呢 所以这个 摆明是要阴你的谷来的 洪少龙听到当堂 整身一省 哎呀 自己真是疏忽 他点点头啊 这样也好 或者这些就叫做便宜莫贪 好想我根本都没有打算去 那又不对 少龙你何时变得这么好相遇的呢 所谓安来才可以定外 你如果任由对方合 那人家肯定更加不听你的顶 只有挫折了对方的锐气 这样啊 才可以使他们服服贴贴的嘛 现在张全 和这帮女人 夹起来想出这些毒计 如果你不理他 一计不成 他们一定又生一计 到时候你就防不先防 何况 你还答应过冯妃 要帮他应付 对他有义心的男人 你人使不显这些手段 怎样使他对你有信心 杭笑龙听得有点尴尬的嘛 只但 我都不是很惯对付女人 我怎么都狠不落心 而且更加不知道 怎样你用这个陷阱反过来去对付他们呢 让我想想起来 昨晚 我在云娘那里打探了各人的关系 原来这个董淑貞 暗中跟张全都有路 而以前那个副管事沙立 就是触受真的情人 不过 你别以为这帮人 真是狼情切意 真是喜欢对方死 其实 只不过是因为对双方有利益 又或者是旅途寂寞 现在沙立被你赶走了 张全又失了死 你可以说同时得罪了董淑貞和触寿真 警方恶乱 何想而知 杭笑龙听了苦笑话 不过这个是奉妃想利用我 来重请歌舞团的屯峰 否则 他又怎会忽然信任我这个陌生人 没错 奉妃这个美女很有手段 其实他都不知道多么狡猾 现在就成了他的一着棋 不过他依然不敢太过得罪董淑貞 如果不是他一早就将全都掃地出门 究竟触寿真摆过什么陷阱呢 我看他不敢杀你的 不过呢 可能会无陷你 偷偷就撩进他房间 逃谋不轨 那到时他一吵起来 冯飞就不得不 将你赶出歌舞团 项笑龙峰就说 哎呀 那就是对了 我就可以用这个藉口离开歌舞团 然后 你再请我做个车夫 或者其他的博影 那不用担心 会被人识破我 哎呀 当你这么想的 你去到我的树反而更加危险 我船上的人 很多人都见过你的画像 相处恩来 可能又会有人起疑心 只是因为这样 我才想到一些藉口 将仲孙何忌他们赶回我的船 我想呢 无论如何 都要等我慢慢将你的容貌 我完全改好了 你才可以再跟那些人相见 那 那 那现在怎么办呢 既然这个竹兽真来来去去 都要玩些财陷竹茶的招数而已 小龙 这么有兴趣玩这个女人 我看 他都应该挺好滋味的 汉小龙当堂在心里感到很刺激 但跟着一想起多鲜言 又压下了这个冲动 他说 算了 我个人不习惯和那些没有感情的女人宽好 也都不想用这些手段来征服他 而且 如果被鳳飞知道我和他有关系 你说 他又会怎么来看我呢 那又是 我都不记得你是正日君子 如果是这样 那你用威嚇的手段 被这个档府离回下马尾 跟着 蕭月谈在汉小龙身边 字字 浸浸地说出了他的计划 当晚 初更时分 汉小龙又在船上捐出他 利用他的勾索 爬上上一层 然后 搭着船身搭出来的环木 好像碧符一样 向着竹兽真的房间爬过去 汉小龙飞快地 接近了竹兽真的房间 在这边想 哎呀 自己现在 好像成了武俠小鼠之中 那些能够飞船走壁的高手 不过 现在自己又不是恒合仗义 只不过是挣扎求全 哎呀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是自己呢 即是太过容易相信人了 尤其见到美女 总是觉得她们的心 也都要跟她外表一样那么美 总是不记得那句话 所谓最难测试妇人心 她爬到来触手真妨爱 刚刚想仔细听听里面的动静 然后就跟着宵月潭那边 来依稽而行 但是谁知道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听到前边 董淑貞的房间那里 隐隐约约 传来那些女人的 说话的声音 汉小龙就觉得很好奇 不如都慢慢爬过去 来到窗外 在船仓那部窗的窗那 都在里面一望 哎呀 不敢看到木灯口眉 原来竹寿真 现在正在董淑貞的房间里面 跟那个董淑貞紧紧紧的 插在一起 两个人就像情人一样 还在吻嘴仔 哎呀 这么狡猾 在这个时候 又听到竹寿真损息 这个时候你还要哄人家 那个家伙就快来的了 这样搞法 到时候同年东门 响都听不见了 嗯 那怎么办呢 董淑貞就叫笑着 不用怕 我们听到杭月 善叫一声 那就立刻出去就可以了 脚寿真又说 但是今晚我才和杭月调房 你说到时候 这件事搞了上来 大小姐会不会疑心呢 董淑貞就说 哼 这个才最精彩 就算奉妃怀疑我们在那搞鬼 但是 知道这个沈良 被人一勾下去 是他好息之忍 做执事还没有两日 搞三搞四 今天怎么会对他委以重任呢 对我们更加无可奈何 没了我们两个 他怎么跟那南宫门 争一日之长短 那竹寿真定神想了一阵 觉得的确都没什么破绽 就叹了一口气 我都不明白 谭先生 这么有身份地位的人 怎么会对沈良这个奴才 另眼相看的呢 董淑貞就叹了一口气 这个家伙真是有点特别 而且身手又厉害 如果不是觉得他很难收买 哎呀 就算 就算 给他拿点便宜 这么不值得 啊 项笑龙依然搞不清楚 董淑貞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来 将自己赶走呢 他很想继续听下去 谁知跟着 两人都沉默着又不出声 等了很久 见到里面都没什么动静了 项笑龙没办法 就只要回到自己的仓房 萧月谈听到说 刚才经过也都觉得好笑 他想一会儿 一拍大肥话 哎 我有个办法将计就计 不单止害一害触手针 还可以试你呢 形象就增添了那些光彩 项笑龙一听到就问 究竟有什么好计啊 那么 萧月谈就细细细细的嘛 你条街如果流出去就不靓的了 你快点伸起耳朵过来 我敢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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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好计啊 项笑龙那些年轻清赞 不是好计啊 那各位 究竟萧月谈就想这条什么好计出来 可以被项笑龙害回竹兽真转头呢 明天再来 这里的误明 有很 weird 真的 做得到 没错 你 词